各位小朋友,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PoSER 很快就来到我们第14段影片 上堂跟大家讲解到 《医食住行》里面的《医》 上堂讲解到 《医》是指动物天生的遇寒能力 动物是怎样遇寒,怎样保暖的呢? 上堂就叫大家做个资料搜集 首先大家要对两个名词进行资料搜集 就是《变温动物》和《恒温动物》 什么是《变温动物》和《恒温动物》呢? PoSER先为大家简单讲解一下 所谓《变温动物》 我们又会称它为冷血的动物 其实是指这些动物是靠自身的行为 来调节体液的散发 或者它们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 来提供自己的体温 在好像南极那样冷的天气环境里面 当它们的体温下降的时候 它们就需要进行冬眠 来去省回能量 因为它们不需要自己的能量 来保暖或者降温 所以变温动物一般都需要较少的能量 一般是其他非变温动物的 十分一至三分一的能量 就可以生存了 代表它们只需要相对少的食物 就能够维持活动 医汉资料对大家制作选手证是很有用的 另外要留意 在这次这么寒冷的南极奥运会里面 如果动物是没办法在外界环境里面 吸收热量去提高体温 即是说它们体温会下降 刚刚提及过 当体温下降的时候 它们就需要冬眠去省回能量 大家又想想 需要冬眠的动物选手 又可不可以参加奥运会呢 又有哪些动物是需要冬眠 是变温动物呢 大家在最终决定自己所选的动物选手之前 要仔细地想想这些问题 这里有一些变温动物的例子 是给大家看看的 大家知不知这几种的变温动物呢 鱼类 鳄鱼类 青蛙类和蛇类等的动物 大家应该对它们都有一定的认识 刚刚说过这个了 变温动物是需要不同的行为 来令到体温升高来维持活动的 除了刚刚提及过的冬眠之外 另一个例子就是蛇和鳄鱼 在早上是需要曬太阳来提升体温的 大家应该在不少的影片 或者真实的情况都见过这些情况 讲解过变温动物之后 当然都要讲解恒温动物 恒温动物是可以调节自身体温的 就不会依赖外界的温度 恒温动物是会更容易适应生存的环境 也更容易繁衍的 一般就需要更多的食物 去保持更多的能量 我们人类就是其中一种 这项资料对大家制作选手证都是很有用的 大家可以见到Poser都有一些提示给大家 这里都有一些恒温动物的例子 给大家参考一下 大家会见到这里的大象 小狗小猫还有我们人类 都是暴雨类动物 但大家要留意 暴雨类动物未必是恒温的 有不少暴雨类动物都需要进行冬眠 都未必是恒温动物 大家想成功选择懂得预航保暖 适合参与南极动物奥运会的动物 就需要针对这个方向 针对变温动物和恒温动物 就做资料搜集 我们已经初步讲解过 依、食、住、行四个方向的提示 大家可以先从Poser在这四个方向的 所建议的内容 方向正确做资料搜集 也要有系统组织资料 才可以顺利完成今次的选手证任务 和评述员任务 现在我们会先暂停讲解 关于动物奥运会主要任务的资料 Poser 会先讲解一些内容 是关于宣扬今次动物奥运会 想向外界传递的信息 每个奥运会都会有一个口号 我们今次的动物奥运会都不例外 大家试猜一下 今次动物奥运会的口号是什么 就是 You can save us Human can save us 今次动物奥运会想传递的信息是 我们人类是有能力有责任保护各种动物 如果大家对动物奥运会的口号有任何建议 都可以透过爹地妈咪 或者学校老师就向Poser建议 问问大家 为什么今次的动物奥运会会有这个口号 向大家讲出原因之前 先讲一个情况给大家知道 有一种动物明星 他很有名气 应该没有小朋友不认识他 他也很适合参与动物奥运会的各项比赛 他很兇猛 都有很锋利的爪牙 动作很灵敏 速度都很快 但是Poser都不建议大家 在各种任务里面选择他 他就是... 他就是老虎了 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老虎是有机会很快就绝职在动物奥运会 就不可以参与任何的赛事了 因为老虎是一种频临绝种的动物 而且情况都很严重 世界上的老虎一共有九种 其中三种已经灭绝了 其他六种都因为人类的暴杀 和棲息被遭到破坏等等种种原因 都会面临灭绝的危险 如果大家都认为这个情况很严重 值得担心 Poser稍后给大家看的数据 大家应该会更加为老虎感到担心 其实不单只是老虎 自2000年开始 已经绝种的物种已经超过33万 为老虎感到担心的同学可以看看 曾经有报章报道过 全球老虎的数量只剩4000只 刚才说过老虎的种类只剩6种 而6种老虎里面总共剩4000只 这个对老虎来说 绝对是一个绝种的警号 也可以给大家看另一个数据 原来有96%的老虎 都是在过去100年里消失 到至现在只剩4000只 在这里Poser以简单的数学算式 和大家一起计算 上面的数据告诉我们 在过去100年里面 有96000只老虎消失了 即是平均每10年 就有9600只老虎消失 所以不少专家都认为 在这样的情况推算来估计 全球剩下的这4000只老虎 将在不够10年就会彻底消失了 大家是不是替老虎感到很担心呢 大家在担心的时候 都想想两个问题了 首先大家认为 深陷频临绝肿情况的 是否只有老虎呢 除了老虎之外还有谁呢 其次是究竟哪个令它们深陷绝境呢 大家可以看看 这里就已经有三种动物 露出痛苦悲伤的表情了 Poser想大家 在这两个问题上 都做一些资料搜集 同样地Poser都会在大家 资料搜集之前 给一些提示的方向给大家 关于这么深入认识 这些频流绝肿的动物 Poser就有个好介绍给大家 大家可以先认识这个机构 这个就是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简称IUCN 大家有没有听过 IUCN Red List 红色名录呢 大家可以在这里进行资料搜集 先了解IUCN是什么呢 和红色名录又是什么呢 这段影片先到这里